其实好像约尔书里面所讲的 有些时候蝗虫 马蚱 男子 捡虫 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吞吃掉的 神其实是可以补还我们 在一些非常受创的感情的经历 可能被背叛 被劈腿 被欺骗 被伤害 不被珍惜 这些东西 其实神是可以补还我们的 我们都应该带着这样的盼望来补还 可是这个补还绝对不是逃避 或者是否认 或者是试着忘记 把那些东西压在我们生命当中最底层 其实那些东西在我们生命当中 会慢慢会发酵的 会扩散到其他的地方去 我们没有真正的得到医治 好像永远我们都是需要真正的敞开 我的太太开过刀 如果她不愿意 她把自己敞开在医生的面前 她就逃避这件事情 我不要去医院 那永远那个肿瘤是不可能被切除掉的 我做好几次全身的健康检查 如果说我不要把我自己放在X光机底下 我不要进到MRI里面 我不要去做未进 常进 那我永远不会找到这些真实的问题 然后帮助我自己能够变得更健康 所以其实或许要让我们变得更健康 反而是我们要勇敢地去面对这件事情 但是要知道一件事情 在神的里面 永远我们都是非常的被爱 被接纳 被欢迎 被欢喜 神祂会一直陪在我们的身旁 那这个过程 其实我越勇敢到神的面前来面对 我越让祂来陪伴我 帮助我 其实我会变得越健康 我一直想到张文亮老师 就是台大的教授张文亮教授 他其实写了很多书 也帮助很多年轻人 他很特别在感情上面 他其实很勇敢地分享 他自己的经历 那他讲到一个经历 就是说他从大一开始很喜欢一个女生 其实完全是单恋 就是说他到大四的时候 跑去跟那个女生告白 那你就知道说他喜欢一个人 从大一喜欢到大四 那其实有些时候这种付出 完全不下于感情的交往 这个因为他在里面默默地 已经有好多编织了很多 这个美好的梦想 而且有些时候这样的人 就是比较害羞 但是他里面的情感是很丰沛 只是他不敢表达 那结果他就好不容易憋得到了大四 终于鼓起勇气 去表达的时候 就他已经觉得 他说他认定了这个女生 就是神要给他的 就他就表达的时候 这个女生说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那他就开始进到这种哭泣 真的走不出来 这种痛苦的时候 那他就讲了一段话 然后神就给他一个 以赛亚书四十章第八节 这样讲说 草必枯干 花必凋谢 他讲这话 我觉得是很有哲理的一段话 他说草必枯干 该枯的就让他枯 不用眼泪去浇灌 他说花必凋谢 该雕的就让他雕 不用连自己都拿去陪葬 不要一头栽进 情感的漩涡里面 其实很多时候 很多人用眼泪 一去浇灌这个 应该是要苦 已经枯萎掉了 一直用他的生命陪葬 这个已经凋谢掉的东西 他就是掉进 一头钻进这个情感的漩涡里面 可是他说 以赛亚书四十章第八节 后半句 他说草必枯干 花必凋谢 但是唯有神的话 是永远立地 他说他就学习冷静 学习让神的话 来让他的生命 能够立定下来 他在另外一篇文章里面 这样讲 他说曾经有另外一个学生 他可能知道过 或许是博士班吧 他就 那个学生就跑来 跟他讲说 大哭 就跑来说 老师 老师 然后就开始哭 就说 他说我国一交往一个女朋友 然后我们谈了十几年的恋爱 我才刚上来台北读书 然后他就跟我分手 而且跟我最好的朋友在一起 他说 所以他经历了爱情的背叛 跟友情的背叛 他就开始嚎啕大哭 然后他就说 对这个对他打击太大 结果这个张文亮 可能他已经经历过 这个草壁枯干 花壁凋谢 但是神的话永远立定 他就跟他说 他说恭喜你 这个学生在大哭 然后擦眼泪的时候 他就跟他说 恭喜你 太好了 那个学生就说 老师 你说什么 你怎么可以说是恭喜你 太好了 结果他就紧接着跟他讲 他说 婚前看清楚 痛苦一下 总比婚后才认知到 然后痛苦更长久 将来得好 所以他就说 你已经看清楚这个朋友 你也看清楚这个女生 他没有办法经历到 一点点跟你分开的时间 结果后来说 这个男生在一年之后 他信了耶稣 然后两年之后 带了他的新的女朋友来看 张文亮老师 然后再过没有多久 他就请张文亮老师 到他的婚礼上证婚 然后他证婚的时候 他就说 这个张文亮很开心的 在为他证婚的时候 他说 在他的文章里面说 他说我没有跟他说恭喜 因为我早就跟他说过恭喜 他说只是 我一直在想 当天他用掉了 我一大包的卫生纸 其实永远都是有盼望的 我要说的就是 永远都是有盼望 神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 做新的事情 神可以医治我们的过去 神可以带给我们 更美好的未来 如果我们愿意静下来 等候 让神在我们生命中做的话 祂就会医治我们的过去 祂就会带给我们 更美好的未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